刚出生的宝宝慈雄同体 天生拥有插头和插座 母亲听到恶号当场晕厥 夫妻俩还来不及被伤又被医生吓了通别 必须尽快决定孩子的性别 插头和插座只能选一个 这个打击对新手爸妈实在太大 两人脑袋一片空白 甚至都没想到抱抱孩子 女人一回病房就撕碎了起名簿 这是她怀胎十月给孩子准备的礼物 男孩就用丈夫的名字 女孩就用她的 而此刻每个名字都像在往她的伤口撒盐 无助的她只能报警丈夫 埋怨命运为何对他们如此不公 未来时间或是抱来了宝宝 这是母亲和孩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虽然女人极力展现母爱 但身体永远不会说话 前悟孩子的她根本分泌不出母奶 煩躁的女人把目光转移到了家里的经济状况 住院至今两人的蛋糕便一直没开张 御地各种账单如雪片般飞来 生活的重担成为压到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妻子的牢道让她越发心烦意乱 终于没忍住把火都发到了她身上 看着丈夫夫妻的背影女人无可奈何 万念俱灰的她请求护士再让自己试着给孩子喂奶 却真护士不注意抱着孩子上了天台想就此了断 幸而被及时赶到的丈夫救下 男人这才认识到自己的出走有多不负责任 只要一家三口在一起就有希望 还安慰起了妻子 女人抬头看见满天星等 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垠 一家三口能在这样宽广的宇宙中相遇 就是最大的奇迹 还有什么挫折是克服不了的呢 忽然宝宝啼哭不止 女人本能地给孩子喂奶 没想到这次成功分泌出了母乳 看宝宝吃得如此香甜 夫妻俩感到了迟来的为缘父母的快乐 重新振作的母亲给孩子起了一个男女通用的名字 说是折了指窗外的世界 丈夫一眼看到了樱花 觉得这个名字太女气了 妻子却说不是樱花而是窗外的一切 是生气残然的春天 她要给宝宝起名小春 就在这时医生带来了不幸中的万幸 经过仔细的检查发现 宝宝虽然有剎头却没有小蝌斗公主 严格来说还是女婴 只要尽快手术就能和正常女孩一样 夫妻俩终于松了一口气 虽然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甜了女 但最终还是没能下定决心让宝宝挨这一刀 出院后也纠结到底该把小春当男孩还是女孩养 但亲子时光总会让夫妻俩忘记孩子的性别 只有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快乐 可爷爷奶奶的出现打破了一家三口的安宁 爷爷把孩子的机型怪在了儿媳妇的头上 还命令他们马上给孩子做手术 小夫妻神下雌雄同体的孩子 却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给孩子做手术 因为他们想让小春长大后自己决定自己的性别 可惜天不遂人愿 没过多久小春就高烧不断 今一生诊断为善器 必须割掉蛋蛋否则性命难保 于是小春迫不得已当了女孩 可命运再一次开了玩笑 随着小春的长大 父母发现她的心理性别确实男孩 喜欢玩球和汽车 对女孩子的游戏完全不感兴趣 夫妻俩只能接受小春灵魂和身体不匹配的现实 继续把她当男孩养 转眼小春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在幼儿园里小春收获了友情 却也渐渐察觉到自己和小伙伴的差别 小春终于忍不住问爸爸 为什么别人都有小丁丁自己却没有 问得男人哑口无言 她觉得是时候告诉小春真相了 可无论父亲怎么鼓励小春做自己 小春还是接受不了自己不正常的事实 伤心欲觉得她一个人跑到了天台上 妈妈在天台找到小春时下出一身冷汗 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感慨 当初刚生下小春时 想不开的她也曾抱着孩子上天台 想一劳有意地结束这一切 可现在她信心自己没往下跳 因为能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实在是太幸福了 夜里爸爸为小春做了一个星空蛋糕 在天台就像母子俩的那个晚上 头顶就是一片这样的星空 让夫妻俩豁然开朗并坎然迎接未来 蛋糕入口的瞬间所有的痛苦都被甜味驱散 第二天小春回到幼儿园 勇敢地向小伙伴展示了自己的身体 大家终于能毫无负担地愉快玩耍 而那片星空和蛋糕的滋味 也陪伴小春走过了童年 初三的某一天 小春告诉爸爸自己已经提交了中考制约 他要报一所开设烘焙课的高中 成为和爸爸一样的职业高点师 未来让家里倒闭的蛋糕店重新开张 群家人都很支持小春的决定 但梦想的第一步就被学校拦住了 在校长看来小春完全是个女孩 谷口上的性别也是女 所以必须作为女生入学 父亲联盟宽慰小春 于是当了15年男孩的小春第一次穿上了裙子 第一次觉得在公共场合把腿病了 第一次忐忑地走进了女厕所 一切都比想象中顺利 直到她看见自己的大爷妈 小春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可为什么偏偏在开学典礼这一天 好心的女孩把姨妈金借给她 她却根本不懂怎么用 又不敢坦白自己是男儿新女儿生 只好说自己是第一次来没经验 小春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纯爷们 从小也是被爸妈当男孩养大的 但学校却只认小春户口上的性别 只允许她作为女生入学 所以为了原高点师的梦想 当了15年男孩的小春变成了女孩 虽然不习惯坐下室把腿病了 和女孩们说话是做发达的表情 偶尔还是习惯性的进男厕所 现在又多了每个月血流成河的毛病 但只要想到离高点师越来越近 她就又能打起12分的精神 这天小春路过操场是一个足球从天而降 小春下意识来了个利落的胸口停球 把学长都惊呆了 可下一秒小春就感到胸口像碎了大石一样的剧痛 学长健壮忙上前关心 小春说自己没事 可没走多远就当场晕倒 小春以为是生理期的副作用 却被医生告知是荷尔蒙失调 子激素分泌不足影响了小春的身体发育 导致她的身体异常脆弱 必须补充磁激素治疗 可小春非常抗拒 自性激素会让她这个唇炎们变凉的 夜里妈妈给小春送水果 表达了对儿子身体的担忧 小春却听出妈妈的言下之意 见她一步明确地拒绝了磁激素治疗 哪怕为此放弃最热爱的足球也在所不惜 而自从球场的纳斯以外 学长对这个球技精湛性格像男孩的女生很是好奇 再次相遇后 两人更是因为喜欢从一个球星而相见恨晚 正好学长有这个球星比赛的票 于是斗蛋邀请小春一起去 见小春由于他立马解释自己不是对他有意思 只把他当兄弟而已 小春这才放心地答应了 从球场出来两人还在回味比赛的精彩 看到球星最经典的竞球 两人不约而同都想到了2008年的总球赛 学长表示已经把那一场的录像看了几万遍了 这让小春羡慕不已 偷偷而出要去学团家看碟 倒把学长吓了一跳 但他已经习惯了小春和其他女孩的不同 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家学长搬出了一纸箱足球比赛的录像 任小春挑血 小春在夹缝中找到一张照片 却被学长身情慌张地一把抢了过去 顿时气氛尴尬起来 小春只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继续看无相 面对小春的坦然学长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沉默两久后忍不住问他 难道不想知道照片的事吗 小春继续若无其事地找叠 学长却在这时从身后暴露了他 小春继续若无其事地找叠